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后面那两个跟着不累吗 海老 您现在有何打算 那复灵子丹 至今为止药材都还未凑齐 既然你已经顺利离开了云兰宗 我也就不再继续跟着你了 至于那复灵子丹 你日后托人送到帝都即可 我一直在米特尔家族 如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可以随时来找我 今日您的帮助 萧嫣铭记在心 日后海老若是有什么需要人手之事 小子定当鼎力相助 萧嫣 不管你们是什么关系 对她要多一份戒备 这女人可不是什么善类 小家伙 你这次干得不错 有魄力 老先生没有赞了 小子也是因为有你们几位撑腰 才干这般行事 你的脾气倒是对我的胃口 我的任务完成了 别该回去了 斗气大落很大 你必须尽快变强 否则 就连选择自己喜欢之人的权利也没有啊 之后 你就会知道我这话的意思了 多谢老先生告诫 告别完了吧 多谢美杜莎女王的出手相助 东西何时才能给我 你能炼制戎灵丹 那便是有资格与我说话 若是真不能的话 我不介意就在这里拔你 你 你不会是把吞天马的灵魂 给童话了吧 作为交换 那小家伙三天不能出现 我也非常需要熔灵丹 但炼制他 是件极为繁琐耗神之事 你若是真要杀我 恐怕吞天马的灵魂 也会瞬间反扑吧 你倒是有着几分聪明 说说你的条件吧 四年时间 我不论如何都会把 熔灵丹炼制出来 只希望女王陛下 在小四有困难之时 能出手相救 保护你三年 还不如冒着被吞天马 压制的风险杀了你 勇气可加 我给你一年时间 但只会在你必死关头 出手帮你摆脱麻烦 一年之后 若拿不出熔灵丹 就别怪本王心狠了 接下来你打算去哪儿 我想先回乌坦城一趟 之后 或许得离开 加玛帝国一段时间 随便你吧 你现在的时间 应该并不急吧 在回乌坦城的途中 给我寻找一下 炼制熔灵丹的药材 熊儿 三年之约终于了结 你在迦南许愿课还好吗 不过以这妮子的容貌与气质 恐怕那追求者也不会上万 等我 我先与女王竞争前 最好能把容貌遮住 不然定会引来一些 不必要的麻烦 小燕 今日的羞辱 必让你萧家付出血的代价 这次 raids 军事 我的艺 bell 不是 那 干什么 干什么 这 老婆 这 救啥 漂亮 对着 我 有什么 没什么 我 回去看看 我看看 这个 我看 我看 你看 这 你 快快快快 住上 有这份皇上 死鬼 你快去快去 赶紧跟我起来 别做完没给我们周游戏 女王陛下消消气 别忘了 还要找药材呢 这片区域我曾经来过 应该不会有容灵丹 所需要的药材 那些都听女王陛下的 别 广告 西掌 医祸上边 燕焚尸老池 女王陛下 这里真被烧热药材 医生安 都听见过了 我们知道veto 女王陛下 您和吞天网交易的三天时间已到 本王与吞天网商议好了 延长了控制身体的时间 没想到戎林丹所需的药材如此罕见 连续走了好几个城市的炼药室分会和拍卖场 都没能找到益处 来呀来 来呀 你最好有药材的消息 欢迎光临 哇 小货子一看就是年轻有为 是为新上人挑选的吗 呵呵 我们家的鞋子 那可是远近闻名 来来来 您看这边 这边全都是一批新货 买多了 还有优惠哦 呵呵 您先看看 嗯 这双看上去不错 小伙子夫妻真好啊 又如此美人娇气 你看这身段 一看就是好生养的 别乱讲话 在下只是他的一个小跟班 切记别再说错话了 杀人啦 杀人啦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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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切莫对小人出手 这双鞋子整个加码帝国仅次一双 只有像您这样独一无二的枪杖 才配得上啊 来来来来 大人这边歇息 奴婢这就为您将鞋子取来 这么凶悍的女人 谁敢要 亲爱的 你对人家可真好 哇 这家店鞋子的种类好多呀 这家店铺都是你的了 这两位 我说的对不对啊 对 对 大人您说的对极了 随便挑随便选 这里我说了算 亲爱的 你太威武了 真难看 一点都不适合我 怎么嘛 都没有人家喜欢的 看得都讨厌 这双鞋子穿上挺好看的 挺适合你 我要这双 脱下来 这鞋子我看上了 这位小姐 君子不夺人所好 你这样似乎不太好吧 哼 小子 我看你是活腻了吧 小伙子 我看就算了吧 哼 霓儿 大爷我看着你了 肯定不准你看她 那狐狸精有什么好看 我 客官 谢谢慧顾 别忘记付款啊 快 快 先去后山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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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手 出手 你们想办法得族人离开 我们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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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谁 为什么要杀我族人 你就是肖家族长肖战 正是 我找的就是你 快走 快走 有意思 你死 组长 快 Blue 차 快 viol 快 快 救命啊 叶掌 叶掌 好复捏死你如同捏死一只蚂蚁 但我会马上这样做 让你先陪我玩玩 谁叫萧嫣对于兰宗 做出那么无理的事情呢 萧嫣我就知道他会赢 护杖 护杖 不要过来 他们的目标是我 来玩个游戏 一炷香的功夫 只要你还能站起来 我就放过你的族人 张小龙 看好小辈 好 好 不要过去 出城 走 走 好 好 我 检查 人的图上 兵婷不要再摔倒来了 ens 和尊 孙总 村宫 肗部长 不错的意志力 不可惜了 不可惜 不可惜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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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辰今天可以死在这里 小辰小辰 小辰他一致将永远传承相识 小辰小辰小辰 一 小辰小辰 小辰小辰 我改变主意了 眼睁睁看着你的族人被杀光 应该为更有气息吧 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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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你们会这样 皇上 皇上 必须 冰文招牌 今天是如此 必有地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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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 这 这 这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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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连蛇人族的美杜莎女王也现身了 美杜莎女王 据可靠消息啊 那硝烟还是这次炼药师大会的冠军啊 炼药师大会的冠军 不是叫炎硝吗 炎硝 硝烟 倒过来赌不就是了 来来来 这家伙可不得了 小小年纪见干出如此惊天动地之事 日后还得了啊 你现在也是个名人了呀 走吧 去廖药师分会 看看有没有我们所需调查 萧家这次可是露脸了 有了这么个恐怖的一塌糊涂的族人 日后还有谁敢对萧家不敬啊 那可不一定啊 听说萧家这两天可遇上了大麻烦 萧家出什么事了 这 小的也不是很清楚啊 只是听说前两天 萧家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随后萧家便谢绝任何外科进入了 小小现在如何 之后的事情小的就不知道了 多谢了 这人怎么这么凶啊 是啊 他背后的武器倒是有些奇怪 武器 尺子 他就是萧炎 不能再停留了 我得立刻回乌坦城 先去练药师分会 那里可能会有我需要的药材 我现在就要回乌坦城 家里可能出了些事情 本王要尋找藥材 想要戎灵丹 就别给我摆什么女王架子 先前敬你 是看在你帮我脱困的份上 如果再这般胡搅蛮缠不讲理 羞愧我不给你留什么情便了 走 三年之约 原本只是燕燃与萧炎的义气之争 没想到却让云兰宗颜面大损 还惊动了老师 弟子实在有愧 为师的闭关已经顺理结束 无碍 此件事情弟子本该在场 但就是在回城途中 意外与一股 似乎突破窦皇避障的威压擦肩而过 这股威压 有股强烈的死亡气息 它正是从老师闭关的方向出现 所以弟子十分担心 便改变形成去调查究竟 可否查到线索 就在弟子追赶之时 查觉到了老师苏醒的气息 嗯 为师知道了 下去吧 帖子 帖子告退 怪不得云蓝总会被一个小子搞得这么狼狈 大长王 我劝你们今天就将这协议签了吧 奥巴巴 你真当我们肖家是你捏的不成 你用这么低的价格就想收购我们的方式 你怎么不去抢 肖家这两年利润也吃的够多了 现在也该吐出来了 等我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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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什么 是什么 是什么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不能 代价是一株炼制熔灵丹所需要的药材 你有 把您摩真果 本是留着我自己用 什么事 今天 听我的 萧家这两年 从未抢过你们方式的生意 还经常帮你们维护 现在倒好 趁我们萧家落魄井来趁火打劫 良心真是被告知了 废话少说 没了萧战 我看你拿什么资格跟我们拼 你们如此相逼 就不怕少组长回来吗 只要他回来 那就当着接受最疯狂的报复吧 我倒是希望那小子回来 我的学生就是当初给家列家族炼制疗伤药的流息 当年萧炎害死我学生 其实就让你们萧家人来陪葬吧 杀了他们 别敢动不流 这 这 抱歉 回来迟了 小妍 小妍 真的是你 你不是说小妍 就被云安座暗中击杀了吗 给我解释一下吧 近年不见 小妍之而气度 是越来越不凡的 当真是虎夫无犬子 我们是听说小妍遇到了一些麻烦 所以特地来看看 有没有能帮忙之处啊 是吗 小妍之而 今日之事的确是误会 来日 我定然会亲自登门谢罪 对了 我昨天有事便告辞了 你们给我站住 小妍如今元气大声 一个毛头小子就把你们吓成这般模样 事后还有何连连在乌坛场立足 小妍 那连瑶士有的六星大道士的实力 小妍 今天 就要你为牛蝎偿命 怎么回事 小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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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长老 还是叫我硝烟吧 这少族长 我可是当不起 我小时候也挺不讨人喜欢的 事情已经过去了 其他族人呢 我事先已经把大量族人 转移到后山安全的地方了 那父亲呢 是在保护那些族人吗 不用担心 没事了 尸骨无存 一个没留 那株巴黎魔针果 是我的了 大长老 我们去后山吧 告诉父亲和族人 肖家安全了 怎么了 族长 并不在后山 什么意思 事情 你从那天晚上开始说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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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些人 根本接不下他们一招 若不是族长拼死 引开那三名神秘枪者 小家可能真的就不在了 查出那三个黑衣人的身份了吗 这枚玉片是小家祖宗所留 每一任小家祖长 都会在上面留下一点灵魂力量 只要人活着 灵魂光点就还在 从光点的强度来看 祖长应该暂时还活着 但生命危在旦夕 听他能找到父亲的位置吗 我倒是感应到 这里残留的能量痕迹 应该是云兰宗 那个首席长老 云兵 在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